庆祝即将来到的儿童节 花莲县海星国小 在这个周末特别举办了 111学期多元文化日 即儿童节庆祝活动 也是在疫情之后 第一次敞开校园大门的大型活动 不仅介绍了各国特色给小朋友 还融入了各国特色的游戏 让学生在闯关的活动当中 有得玩又有得学习 走在校园的走廊 挂满各国的国旗 花莲县海星国小 周末举办111学期多元文化日 即儿童节庆祝活动 也是在肺炎疫情趋缓后 第一次敞开校园大门的大型活动 全校带来22个关卡 各班带来国内国外各族群 及文化的情境布置 邀请小朋友闯关互动 也让家长和师长 有更多面对面的交流机会 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亲自 有机会共同活动 而且跟老师有一些 面对面沟通的机会 那这样的沟通的机会 用什么形式呢 每年形式都不大一样 以近年来讲 就是用多元文化闯关的活动 透过这个机会 把多元文化 这个概念也传播出去 所以我们各班所设计的一个内容 有国外的 有本土各族群的 希望说国内国外各族群的 一个特色 能够让小朋友了解 让小朋友能够尊重各种文化的 内容跟优点 这是我们活动的一个目的 在学习各国文化之余 还设计各种游戏搭配 或是着装拍照 以及DIY活动等 现场还有古早卫视级 以及海巡交通和警察单位的宣导摊位 让儿童节庆祝活动 有得玩又有得学 只要完成闯关 就能取得完赛证书 以及儿童节代币 选购喜欢的商品 前半透过活动 增加亲子互动 也让学生学会认识尊重各国文化 接着长报院华林氏报导